7月4日 阳光明媚 一周惠顿市数起的成百上千的国旗随风飘展 今年独立日游行的主题是庆祝我们的自由 惠顿市的商会主席魏克伊奥斯丁告诉新唐人 这次游行是基于社会上下多方位通力合作才得以实现 美中法轮大法协会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参加了这次游行 他们向观众们展示了古镇 席镇 功法隐式方镇和花车 法轮功教授真善忍 普世价值 叫大家都是做好人 修炼法轮大法 大家身心受益 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 法轮功学员亚莎·萨门·辛普森 在花车上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功法 观众们热情的反应让他深感鼓舞 游行中还有不同族裔带来的精彩的杂技 民族舞蹈 多个社区 学校的军乐队带来节奏欢快的表演 也有警车 消防车 列队开道 向服务社区的警察 消防人员致敬 还有宗教团体 从市长 法官 到州议员 国会议员等 民选官员团体的积极参与 新唐人记者苏菲 芝加哥报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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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李宗盛